大家好,歡迎來到日更頻道,馬來西亞有個男人在網路上出鋪,原本是故意飛去吉隆坡,想和他的空姐未婚妻給他一個驚喜,但竟然發現對方和男同事分在一起,覺得自己帶綠帽。 當時人把整件事放上網,本來想給他驚喜,怎知驚嚇到自己,原本他故意去沙巴飛去吉隆坡見他的未婚妻,怎知見到這個情況,自從未婚妻被公司派到吉隆坡接受空服人員訓練後, 對他的態度開始發生改變了,經常都說不理他,起初以為是工作忙才不理他,但原來就同一個,一樣是訓練生的男人已經打情馬俏。 他講到他說從來都沒想到自己的未婚妻會陪伴他,現在想回了,未婚妻原來一早已經出軌了,難怪每次打電話都不接,又不回覆訊息了,問起原因就經常說訓練就好忙好累,想要專注事業了。 原來在那裏已經跟第二個在一起了,希望有關的航空公司可以對他們倆採取一個紀律的處分,只是在訓練的階段就可以做出一個更不道德的行為。 他說航空公司應該採取行動了,他說難道你們是允許男女訓練生是可以在一間房的嗎? 其實這個男人,我自己覺得他算得上是比較好彩啦,為何我會說用好彩去形容呢? 因為你想下,如果他結了婚之後才知道有件這樣的事,是一直帶著龍帽甚至結了婚之後,他仍然是跟第二個在一起,感覺傷害更大。 那如果是在這個階段,馬上跟他分了手,還有大把時間找個第二個啦,沒必要為這些人浪費自己的生命和不開心的。 好啦,那今集跟大家看到這裏先啦,大家有什麼想說呢?下邊留言啦,那我們下集見啦,拜拜!